这是一颗价值5000万的甘蔗 它拥有极高的糖分 只需要一节就可以制作成一吨的白糖 但它却极为的稀少 同时在其生长的地方还有猛兽出入 这种甘蔗主要是用来生产千岁糖 一般是在美食社免费送给祈祷的人们 以此来带给客人们好运 据说千岁糖里面有上千万种味道 想要把所有味道吃完这一辈子都不可能 此时阿鲁和小松骑着低市洋正在逛街 他们很奇怪今年为什么没有免费发放的糖 突然人群中冲出两人到了他们身边 说是美食社的神官邀请他们入内 他们以为有什么大好事 神官出现后对他们说 制作千岁糖的食材还缺了一种 正是那非常稀少的超甜甘蔗 由于庙会是一年一度举行的 发放千岁糖也是一项传统 所以神官请求阿鲁帮他们寻找一下超甜甘蔗 阿鲁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任务 小松准备和阿鲁分头行动 他选择了去厨房帮忙 将制作千岁糖的准备工作做好 然而忙碌的小松却忽略了和他一起的小企鹅 企鹅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竟然独自跑出了城外 边走还好像边在寻找着什么 但是过了一会却发现 自己已经走入了森林内部 周围的环境使他开始感觉到害怕 另一边的小松已经做完了准备工作 这才发现自己的小企鹅不见了 经过一路的打探发现小家伙已经进入了森林 小松非常胆小 但为了好朋友他还是走了进去 突然草丛里金光一闪一只野兽扑出 只是一只猴子就把他吓得半死 不过有什么主人就有什么样的宠物 这边的小企鹅也差点被一只兔子吓死 着急忙慌的跑路让他滚下了山坡 一番操作让他完全迷了路 突然他发现大树后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 跑去一看这不正是小松说的甘蔗吗 这让小家伙喜出望外 但是他却忽略了即将到来的危险 一只空中猛禽突然飞出 小家伙只能趴在了地上 这时小松已经离他不远 他甚至听到了企鹅的叫喊声 立即朝着声音的来源跑去 此时阿鲁也正好在这片森林寻找甘蔗 他那灵敏的鼻子已经意识到有猛兽 而企鹅那边正在面对着生死危机 可弱小的他想到甘蔗对小松的重要 居然勇敢地用自己的身体捍卫食材 大鸟可不会手下留情 锋利的爪子朝着企鹅就抓了过去 还好小松出现救下他一命 并死死地护住企鹅 大鸟的攻击并没有停下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阿鲁登场了 他仅仅放出体内的红鬼的气息 就把这小鸟给吓跑了 此时小松在责怪企鹅为什么自己乱跑 但当他看到身后那根甘蔗之后 他明白了小企鹅的用心 爱哭的小松眼里的泪花已经泛滥 之后他们平安地回到了美食社 最后的食材得到解决 大伙开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先将所有材料放入大锅熬煮 接着倒入一个巨大模具中让他们冷却 再喊上一百淋巴的大汉不停地揉搓 把它做成一根根棒棒 阿鲁的手刀也派上了用场 一刀刀切割着千岁糖 最后用漂亮的包装装好 成品就此完成 他们一起把这些美味分发给小孩们 将这份快乐传达到了所有人的手中 阿鲁一口咬下 感受着那千变万化的味道 各种各样的水果味道 不断地经过他的舌尖 不过他们吃的时候动作有些怪怪的 而这件事也让小松和企鹅的感情更加牢固